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没错的 但是我也跟大家介绍过 佛洛伊德186几年出生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站在性欲的角度 解释人的行为的一切 一切站在性欲的角度 甚至就连婴儿 婴幼儿 几个月的 几岁的 他说坐手执照 他说小孩为什么坐 婴儿为什么坐手执照 那是一种性的暗示 这就是最下流的 我们跟达姐曾经说过 石日谈产生于164几年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之前 黑死病出现的时候 先出现的石日谈 然后石日谈就完了 然后人还死 他就才出现人们道德上的复苏 在这一波大浪潮当中 这是200年感到最大的 马克思创造了理论 马克思创造了一个生命的理论 全面否定神的生命理论 就是靠这张嘴 他一切都靠嘴 所以他是讲人的道理 讲的最到位的 然后达尔文在184几年 185几年 就出现了这个人是猴变 他也是人是猴变 他祖宗也不怎么得罪他们 人是猴变 支持他 可是他人猴变完了之后 巴黎圣母院同时 这时候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出来了 雨果的爱情故事 你别记忆 有朋友不一定爱听 说雨果如何如何 他那个时候就是否定神的 他后来的改变是后来 到悲惨世界是悲惨世界了 我们只讲那段是那段 时间一段一段的 我以为朋友要尊重这样的 我没有说他对 没有说他错 而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影响的 道理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是 女士们都可以生孩子 18岁的女孩生孩子 会很健康的 也是很正常的 一个81岁的老太太 同一个人 你让她生孩子 你应该被杀掉 被杀掉 你是大逆不道的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去对立 今天的人没有时间的概念 只有利益观点 和我战胜对方的概念 很可 我眼睛里很可怜 因为你在自己玩弄自己 对吧 18子女孩生孩子 绝对是很简单的事 81岁你让她生 一定是打死你才对 但她是一个人 她什么都没改变 她只有时间的改变 其他都没改变 她零件都没变 你连这样 今天的人就连这样的东西 都没有能力认识 受过很好教育 对不对 干点什么后都是书 白都是书 是说涛哥你老嘲讽着读书的 今天很多事情被读书的毁了 弗洛伊德难道不是吗 马克思是写书的 难道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佛洛伊德出生 他站在了那个角度 站在那个角度去诠释了 完全站在性的角度 讲述一切成为今天 人类社会中的心理学 精神分裂学 以及思想家 哲学家的一个相当鼻祖式的人物 他的作用就是让人完全停在色轨上 从而忽视自己的圣洁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非常荒谬的做法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种族主义是自卑者 种族主义是自卑者 你想吧 他的最大心理就是自卑 我跟大家讲的最典型的就是乔丹 对吧 在今天的价值观中 他就是一个英雄 他成功了一切 然后大疫情死这么多人 他连个屁都不放 他玩命赚钱 当黑人出事的时候 他喘不来气 憋死你 我说你难听话 这就是用任何人间的成功 却改变不了他内心中生命的悲剧 他是个悲剧 他是给今天所有活着的人 一个警示 今天看我节目的朋友 一个警示 要懂得尊重自己 他乔丹不懂得尊重自己 所以出现这种自卑的场面 而这一份尊重是指生命上 是指内在生命整体上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这个东西呢 发生的都是有定数的 在我有一期节目 我说 我说你看 出来各城市都是几千人 上个礼拜 都是几千人 这下班也到不了这么多人 后来在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六的华盛顿DC游行 有人说出来二十万 我说你看这事 正打着说嘴的 二十万这事就了了 基本后来就了了 但是那是最多的 那各个城市不一样 现在这个西雅图 基本上很多地方出现 无政府状态失控了 都是被这些安提法给占了 而且收保护费什么 这些都出现了 打砸抢哨 那它的法律规定了 就是国家不管地方的事 地方是由这个 州政府管 所有民主党控制的地方 都是这样 那纽约市说要减少警察的 这个 纽约市要减少警察的 方顶投入 纽约市长的女儿 我跟她解释过 那个女孩子 光不流条 光不屁股 就在地铁上 那就那样 对吧 那是当爹的 那人家愿意 有喝粥的 有喝戏的 人家愿意 有这么卖的 有那么买的 人反正就是快乐 那个东西就那样 那是实打实的 所以 这就是今天败落的社会 那它的概念 这篇文章的概念 是讲述着说 这样的抗疫 是否会病毒 病例增加 它就是来在 大疫情的角度去讲的 它是一个翻译式的文章 原因就是在 过去的时间里 在美国社会 从5月28号 到今天6月11号 其实昨天结束 6月10号 那个人埋的 大概 挺鬼怪的 我说句难听话 挺鬼怪 14天 这件事情了 7的定处 是非常绝对的 28星宿 我们说控制最高 是指什么 东西南北 四个方位 每个方位 七个星宿 非常绝对 这个 你说我不信 活该 你活该 爱惜不信 对不对 就是我说的话 明天你是打歌放屁 你知道吗 他习近平知道 信不信 就是一句很笨蛋的话 就是很自残的话 说你自娱自乐也成 因为你总是表示 自己的强大 那个是相当绝对 相当绝对的故事 在其中 那这里就讲述了 在过去14天里面 因为5月29号出现 最早 对不起 5月28号最早出现 那28 29 30 31 到6月10号 他昨天下葬 黑人是6月10号买的 610是相当邪恶的日子 对人类都是相当邪恶的日子 共产党成立迫害 真正信仰者的日子 所以这件事情就结了 那他很显然 他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 这么大批的人 根本没有任何社交距离的概念 人与人之间 在这种呐喊中 奔抢 打砸 抢烧 美国社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 是否会对那些 就是疫情的本身 会带来一种助长的概念 答案是 不约而同 完全是这样 是肯定的 10号 福克斯采访了 这个人叫 约翰 惠普金斯大学的 卫生安全中心的传染病医师 这个人叫阿梅什 你现在国际社会拿到的 有关该病毒的统计数据 是来自于这个学校 他说 很清楚 这是肯定的 在有关防止疫情的问题 打流行病的问题上 有一种就是 他先讲说叫 很难达到 叫储群免疫水平 这就是佛系的 这就是英国首相 曾经一开始想 让更多人得病 得病超过60%以后 大家都感染病毒以后 自然产生抗体 这是一种学术上的理论 所以他仰仗的是一种 自然的力量传染 因为你谁也不知道 谁有谁没有 他不知道 他也测试不了 对不对 今天美国到现在 才测2000多万人 我跟你讲 在我眼睛里 我跟你讲 那个东西是 瞎掰的 我问你 我们就说一简单的道理 这爷们去测试 测试的结果没事 对不对 他开车出去了 出去了再一过门 因为他肯定有人接触 一过门一插手 他传染了 你说他是有 是没有 瞎掰吧 对不对 这是真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上商场 我们现在都要求 戴口罩 戴手套 我就想半天 这问题 那人要求 我都尊重要求 这个我从来不会 不尊重要求 那个货物 咱说句难听话 挑瓜的 我就站那 看那挑瓜 都摸了 摸完之后 拿走一个走 你说他都摸完了 好 我去拿 对不对 我去拿 我戴着手套了 没错吧 那我拿完这个瓜 他已经摸了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 摸过这瓜 我放到车上 你说我是戴着手套 放这个车上把瓜呢 我还是摘着手套 把这瓜放车上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我摘着手套 那瓜 人家是提前摸 给摸过了 我不摘手套 我这手套上有没有 那怎么办 你就得擦这个水晶球 对不对 你擦水晶球 我刮擦不擦 每个人都会面对的 这是真实的 我们 你现在 全世界所有人去购物 其实都是这个 是 手套我用完了 那基本就 当时就扔了 当然就扔了 扔的时候 自己扔了 然后 你去现在 只采购食物 别人都不买了 回家之后 他包小果了 放冰箱里了 那病毒就喜欢凉的地方 那冰箱 病毒喜欢凉的地方 那冰箱正适合病毒 开玩笑 所以我以为就是开玩笑 他这里头 我可没说不管用 我只说开玩笑 这话咱说开了 什么都不能绝对了 那这里面就提到这个概念 他说 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会造成更多的人死亡 这是一个专家 他就下面就讲述了 整个在自然什么病毒啊 这么这 包括疫苗啊 数千人抗疫者面临的 武汉病毒肺炎的 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就更大 因为他们在毫无距离 毫无自我保护的背景之下 处于一种接触 这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学事实 在人们彼此接触中 蓬勃发展 那这就是人传人的 对不对 经历过十四天 经历过十四天 所以这是 我以为这是故事的概念 然后说目前的防疫水平 追踪小组 承担风险大小 他说直到有疫苗 人们才能真正的尝试 减少这种危害的可能性 他用词很严谨 直到有疫苗 人们才能够真正尝试去减少 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伯克斯 伯克斯 就是在 川普召开疫情大会的时候 旁边站那个女的 她比较有名 老太太很讲究 所以每次疫情的时候 都换不同的头巾 所以成为有媒体在讲 她蛮讲究的 她的说法是同样的 她的说法是同样的 她说在这样的疫情的爆发的过程中 她曾经在一次电话中告诉各州长 骚乱暴力的 会导致 已经导致了美国70个病毒测试中心 遭到伤害 使得这个城市地区 更容易受到毫无记录的危险 里面下面就讲述了 具体这些东西被摧毁 同时她也承认 在毫无防备的 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人们的聚集会造成 川岸的风险更大 我觉得就OK了 现在说大家承认 美国的骚乱 就是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 那这一份东西的本身 带来了很多曲解 跟虚假的东西 曲解跟虚假的东西 在其中 是被有着共产主义思维的 民主党的这些人 所有反对川普这些人 是透过钱财 透过他们的力量 透过媒体 来烘托出今天的场面 那他们的思维是在这里面 而在一大疫情的过程中 在他之前 美国的统计数据 病毒集中在黑人身上 病毒集中在老人身上 对不对 我以为关键的是 病毒集中在黑人身上 这里头 你不用跟我谈歧视 他病毒是那么走的 那你今天的事情 又是因为黑人的 黑人的概念 种族歧视的概念 在抨击着这个社会 与神同行的 本该有的这个国家 现在的一切 从一个表面 当两个医生很简然 在后面出现大规模死亡 会很正常 从另外一个表面 病毒的这种针对的目标性 就诠释了 为什么在美国出现 这么严重的疫情 这一次大骚乱 就给人们诠释了 如果病毒是神出手 淘汰的是人中不好的人 他们违背神的意愿跟约束 违背了人的道德 阴谋诡计的做法 不顾事实的编造 摧毁着另外人 摧毁着人的本来的诚信 这就是与神对类 那朋友说你讲的啥意思 将给后面在美国出现大疫情 哪些人被伤害 哪些人成为疫情的 最大可能的受害者 就是这些这一次参加骚乱 参加骚乱 而用着虚假的违背的政治的含义 表达自己诉求的人 伤害其他的人 就证了 我以为是这样 这里头这里头是你们 是这些参与的人自己 在表述中造成的 参加这场革命的人 跟随着有着共产主义思维的那些人 其实他们可能不是人 是在美国社会的 乃至全球社会的环境当中的大曝光 再出来的疫情 你不信咱就走着瞧 2020年天灭中共 是指拥有中共思维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所有生命 这才叫地球的进化 感谢朋友们的致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